格林维之大街 格林维之镇的市政厅 这个小镇只有6万人 但是很多社会名流住这里 前总统小布什 还有IBM的前总裁 白石可乐的前总裁 摩根银行总裁 花旗银行总裁 高盛银行总裁 这条街道有多长呢 刚才我从街头的那头走到这头 走得快的话15分钟 走得慢的话20分钟 如果不逛电的话 最有钱小镇 街道两边停了车 这条街道我看了一下 没有一家快餐店 没有麦当劳 没有肯德基 但是就是看不到几个人 这条十几分钟长的街道 也有一家空店 它虽然人口只有6万 6、7万左右吧 但是它见证的时间还是挺长的 是在1665年 所以这街道上还是有一些 历史文物的建筑的 我看一下爱马斯店里面 好像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你看这也有一家空店 你看每走两步路 265号它也是空的 大家耳熟能详的 耶鲁大学 康舟大学都在附近 在美国西部最有名的就是比弗利山庄 好莱坞明星那边 在东部就是这个小镇 全没有150家对冲基金 那么有50家呢 就在这个格林威治 美国有名的作家马克图温也是居住在这里 这有一家空店 你看这么短的街道上又看到一家空店 大家可以看一下确实没有什么人 在这个街道上你看这些干活的清理树木的工人 都是墨西哥人 商铺全部招租 你看这不长的街道 这边有一家小店也在招租 你看电话号码也在这里 大家看又看到一个一楼的商铺全部出租 格林威治小镇 电线也是木头庄 现在我带大家来到这个格林威治小镇的一所公立学校 它应该是一所小学 这是学校的大门的入口 那看这个格林威治镇旁边因为住了很多亿万富豪 那旁边的很多私立学校是非常多的 世界学校一年的学费呢是差不多七万美金 那么这所公立学校的话 只要你住在这里的话就不用花什么钱 这是学校的围墙 就是这个木头的 这就是学校的操场 这打篮球的 这就是教学部 教学楼 看得出来这个建筑看出来已经是非常历史悠久的